哈囉各位明朝的讀者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Legory國藝 那首先要恭喜你入圍了本屆的心中最佳男主角 謝謝謝謝謝謝 那你得知入圍的心情當下是怎樣 嗯當下是有一種 呃 鬆一口氣的感覺 因為 其實原本自己是 沒有抱持太大的希望 都是這一陣子媒體朋友們跟周回的朋友們 大家一直不停的提醒我說 欸你今年好像很有機會好像很有機會喔 所以 不自覺的自己也開始緊張了起來 那到最後公佈了以後 好險有好險有 所以就一種啊鬆了一口氣 然後也會覺得啊 終於自己努力了12年 終於讓評審看見了 也充滿的感謝的心 嗯 所以如果要四個例行中你的入圍其實是鬆一口氣嗎 還是有還有別的 絕對是鬆一口氣 好 那那你第一個分享喜悅的是誰呢 嗯當下我在家裡然後媽媽也在家 就是跑過去跟媽媽說 因為媽媽也被她周圍的朋友一直提醒的 就跟媽媽說媽 我真的入圍了 媽媽很開心的站起來跟我擁抱 然後媽媽流眼淚了 然後我自己也眼眶泛紅 沒有哭 眼眶泛紅 對對對 也覺得 做到了 我做到了這樣 對 那聽說你還有告知那個Aggie 謝沛恩還有入圍的事情 對 所以是你比他還早發動到 嗯對 我 因為我知道Aggie好像不在台灣 所以 他也是我另外一個劇組1006房客的夥伴 所以我就有傳個訊息 跟他說恭喜你恭喜我 然後他回傳我一個什麼啊 我就貼給他 1006房客 謝沛恩 女配角的 他才說 OMG真的假的 這樣 然後我就莫名其妙 變成第一個通知他的人 嗯嗯 可是因為你之前受訪的時候 有時候覺得 李懿哥是第一名 嗯 那這次又剛好跟他一起交集 是 嗯 那怎麼辦呢 呃 實在是因為 在麻醉風暴2的時候 受到劍尾太多的幫助了 所以 不得不 不是不得不 我是必須一定要謝謝劍尾 那可以一起入圍 對我來說 能夠入圍已經非常光榮了 那 你說 看好誰得獎 對我來說 都沒有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被選擇的 那一個人 那 我只能說 越努力的人 越幸運吧 希望 評審可以看到我在這部戲的努力 嗯 嗯 兩成 因為五個人 大家各分兩成 剛好十成 一個人二十坡 對 就是 對啊 越努力越幸運 那你這次的努力 那你這次的努力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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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